在河北呢,有座十分神奇的建筑,悬崖绝壁之上呢,竟建着一座可以活动的楼 这座楼呢,却因九条锁链拉住而几百年不倒 真是这样的吗?太神奇了 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十分特别的建筑 补天台,相传这里是女娲补天团土造人的地方 那么女娲为什么要补天呢?相传,水神公公和火神祝荣打起仗来 公公壮蓝不周山,折断了天柱,女娲选用五彩神祝补天 其实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建筑,看似不同,实则非常奇特 是一座活楼,是建在北齐石窟洞顶上 以条石圈孔为基础的歇山斗拱,琉璃瓦顶的建筑 更神奇的是呢,当人多的时候,楼就会向前倾斜 而九条链锁刚好拉住楼,使楼不倒 从补天台下来呢,沿着这条小路走 大概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的样子,就可以抵达蛙黄阁 我是坐缆车上来的,但是感觉呢,坐缆车反倒是南辕北辙,走得更远了 蛙黄宫,其实呢也叫蛙黄阁 这里现在是全国文保单位,最为金贵的是天下第一必经群,还有开造于北齐的石窟 做锁道过来呢,走的就是这道门 如果是徒步十八盘的话,是从另一道门进来的 咱们从这边进来体验一下,因为很少从这边体验 大多数人都是步行走十八盘,十八盘比较近,这样反倒远 穿过到小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宏伟的建筑了 这个小门所在的地方呢,是钟楼,然后是修建于明代 然后里面的建筑呢,也大多修建于明清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高层的建筑呢,就是蛙黄阁 蛙黄阁旁边这个两层楼的建筑呢,这个就是迎爽楼 迎爽楼呢,现在不开放 这个呢,就是蛙黄阁 一山旧市,建造的十分神奇啊 人多的时候楼向前寝,而九条锁链呢,就拉直了江州楼,拉稳了 所以说呢,和山西的玄公寺有异曲同宫之庙 这里呢,曾经是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离宫啊 往返于叶与晋阳,晋阳呢,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 叶是河北临张县西北部 这边呢,还有一个功德碑啊 这个功德碑的右边呢,是一个梳妆楼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这些建筑呢,多是修建于明代 然后在清咸丰年间又重修的 先来看一下右表,右表是明代的钟楼 旁边还有两个石窟 然后右边呢,这是迎爽楼 迎爽楼旁边呢,是一个鼓楼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我们来说挖黄阁啊 它是建于一个底座之上 也就是石窟顶上,公分三层 分别为清须造化补贴 高呢,23米左右 我们现在登楼看一下九条锁链是什么样的 其实旁边还有两座石窟啊 分别是眼光和残姑姑,很有意思 这是一层 一层我们进不去啊 只能在外面看一看 然后这个楼呢,被称作为活楼吊庙 非常的神奇啊 然后我们从侧面这个小门进去 可能要上楼梯 这个楼梯看一下啊 非常的陡 大概在70度左右 很多人都不敢上去 70度的坡 有点腿倒啊 确实 我们来从这个角度来转一圈 看看这个铁链子到底在哪里啊 在这里欣赏风景还是很美的 说是楼前景 但是很多人啊 并没有体验过啊 这里供奉的一眼是女娲娘娘啊 这三层楼全部供奉的是女娲娘娘 这楼内还有个楼梯需要从这里爬上去 咱们继续上这个楼梯吧 没有办法 很陡 依然是供的蛙黄胜 还得出去 从这边出去 咱们走到后面 只有后面能看到这九根铁链子 在这里 小心落实 来 让我们说说这个九根啊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八根 九根 确实是啊 过去看一下 真不敢相信啊 古人的智慧有多么厉害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到要这么做的呢 而且他们凭什么认为九条锁链 就能把这个楼拉住呢 非常正确啊 据说呢 每当人多了以后 这个楼前勤的时候呢 这个铁链子全部就拉直了 对这个楼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我们看看这边 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摔马笔啊 就是在这里固定的 而整个九条锁链呢 恰好是把这三层楼 彻底从上而下锁住 锁住以后呢 使楼前倾而不倒 这个东西呢 肯定是经过一番精密的计算 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要不然这个楼几百年了 早就倒了 在这个下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几个这样 摔马笔 这应该是预留的孔 也准备拿链锁拉出来的 后来但是没有使用 可能够用了 来右边看一下什么样子 右边看得比较清楚 1 2 3 4 5 6 7 8 9 就这个样子